昨天叫做先升後回 那位其實就升近400點 看到就是上上星期就見過近日的低位 23175之後就好像慢慢上升 其實剛才你說美股今年的頂你覺得見了 那港股方面你覺得今年的底又見了沒有 我自己覺得也是見了 23175點這個位置 之前是急跌下來的時候 很短期已經出現了一個反彈 現時的稍為關鍵先看238這個位置 昨天的表現跌了下來 所以按着夜期的表現又低於238 所以今天如果最終出現一個低開高走的狀況 仍然可以守得住在238樓上 我相信未來的一個星期 傾向上的主要波幅區間 就可以看238去到242這個位置 但是如果是很不幸地 今天和明天都守不到238這個位置收市的時候 可能有個心理準備就有機會會落到235這些位置 現時去看的時候 因為你看到北水持續有一個流入 再加上明天就是這個降準是正式生效 似乎在中港的資本市場 資金的流動方面應該會比較充裕 應該對於港股的表現是稍為有支持 昨天來說當然市場會覺得 可能是因為相當額後上市的消息的時候 影響了大市的表現 但是如果大家要留意 最主要來說 昨天捱沽的股份都是內房物館 另外就是豪島股和生物科技股 但是相當相對上就是從事AI方面的業務的時候 就和資訊科技的關聯性比較高一些 但是似乎昨天看回一些資訊科技股份的表現的時候 又不是真的出現一個很大的調整狀況 所以可能傾向上來說 我覺得大家的關注點 就落到恆大的機會會比較多一些 以至於內房股的估額就會比較明顯